哈喽小朋友们欢迎收看小童玩具 今天呢小童姐姐要和大家一起来玩玩具咯 这一天我们的佩奇要开上小火车去运输货物咯 佩奇准备出门咯 现在呢佩奇要上这个粉色的小火车 小火车是粉色托马斯哦 好了佩奇上车了 现在小火车准备出发咯 现在呢佩奇开着小火车走到了大桥上面 咦他发现前面的桥坍塌了 哦怎么办佩奇遇到了困难 小火车过不去了呢 那么只好倒退回来 佩奇下车查看 哦光凭佩奇一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把它绣好的 那么佩奇你可以去找小马宝丽帮忙哦 他家好像就在附近呢 哦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现在我就去找小马宝丽 小马宝丽小马宝丽你在家吗 哦你好佩奇 嗯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吗 哦太棒了 嗯你在家呀 我遇到了一点困难呢 请说吧佩奇 小马宝丽你看那边 宝丽望向了远方 哦那里不是通往外面世界的大桥吗 怎么坍塌了呢 没错呢宝丽 我就是想找你帮忙 这件事情 嗯我的小火车过不去了 你能帮我用魔法 把大桥修好吗 没问题的佩奇 小时一周 交给我来做吧 现在小马宝丽开始施魔法咯 嗯 变 哇我们的小马宝丽用魔法修好了大桥 嘻嘻 嘻嘻 现在桥修好了 佩奇你可以顺利的通过咯 哦太棒了宝丽 谢谢你 谢谢你帮助我能通过大桥 我要送你两个礼物 佩奇从火车上取出了两个变形蛋送给了我们的小马宝丽 那么现在呢 佩奇要去工作了 谢谢你佩奇 没关系的宝丽 那么我现在要去工作了 再见 现在佩奇上了小火车 小火车能正常的行走喽 佩奇去工作了 接下来我们打开 佩奇送给小马宝丽的崎岖蛋 看看这个变形蛋会变出什么来呢 哦 这两个变形蛋好像是Hello Kitty的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 打开它 哇里面是一个Hello Kitty的小身子 嗯快看 原来是一个蓝色的Hello Kitty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看这个粉色的 哇 这是一个粉色的Hello Kitty 小马宝丽好开心呢 帮助人会获得小奖励呢 嗯 真的是很感谢佩奇呢 好啦 今天呢 小松姐姐就陪大家玩到这里咯 小朋友们要记住 在生活中也要乐于助人哦 好啦 小朋友们 如果喜欢小松姐姐的玩具 记得要点击订阅哦 下期还会带给你们更多好玩的玩具 今天就玩到这里啦 拜拜